国际的研究 刚才所讲的任何症状 事实上都是打疫苗的一个 正常的反应 那么真正发生血小板 跟刚刚心肌炎 它发生率很低 我举例来讲 我们比较担心的AZ AZ会产生血栓这个问题 它总共在国际上统计起来 发生几率是十万分之一 我常跟病人解释 ECC的小东西 打到你身体上面去 能怎么样 因为ECC 他还要经过复制什么 要花点时间 对于原医师的身材 是不能怎么样 我觉得别人瘦得要 所以我才讲 我在被打的那一天 我也是很紧张 我想说糟糕 我所有的教科书工 讲说我不应该打AZ 因为胖胖的高血压 又超过年纪 我应该打另外一个牌子才对 但是没有办法 当时没有选择 只能扎一针打下去 打下去的时候 我还下了钥匙 他们都有拍好多照片 结果好像也没什么事 结果当天也没有事 你真的没交代什么银行照片 为什么要拍好多照片 没有 但是就是很糟糕就是没事 所以我就 第一个问题就问说 我是不是应该打两剂 那我们小姑娘 是不是应该打半剂 她的那半剂应该给我打下去 她就是没有 所以我说要不要再打一剂 他们说没有 现在没有这个统计 所以too bad 所以我就一直痛一痛 手甩一甩 结果真的就没事 但是我要跟大家解释的 第一个 十万分之一 你是不是那么不幸运的人 我认为 所以你只要在打之前 要做几件事 第一个 有心理准备 心理见识 因为我看到好多人在打之前 吓到两天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血压高 就不得了 有一个病人 有一个健康的人去打针 从一点钟开始打 下午一点钟开始打 所以一直血压两百多下不来 到了五点钟最后一个 那个护士小姐说 先生你好一点没有 好了还是打下去算了吧 晚上又下到血压很高 所以是下出病来的 而不是真正那个一细细的小针 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反应 因为每天媒体的跑马 每天的跑马灯 你在家就是看新闻 是 一定要看 是 他就会跑说 今天又手机打了什么 又死了 现在查明原因 是 个案不多 但是他就是有 所以我才要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血小板为什么会栓塞 这是很好玩的东西 其实 你们大家常看我来的时候就知道 我们心脏外科要做心脏手术的时候 就要打一个抗瘤血药 不是让血液不要凝固吗 所以血可以跑到心肺肌里面去 那个药就叫做 干素 那干素 那干素打到身体去之后 它最主要作用 就作用在血小板上面 那让血小板 就是让血小板没有办法工作 那血小板 身体是很奇妙的 当你要 越要杀它 越要弄到它的时候 血小板反而会怎么样 反而会反抗 所以很多人 对干素 有过敏的人 它的血小板 就会自己产生一个抗体出来 你干素再来 我这些小板就给你抗衡 你怎么样也杀不死我 反而更加倍地产生血栓 所以他们发觉说 这个东西好像跟这个干素有关系 那这一次的疫苗 后来又研究 它喜欢躲在哪里产生血栓 它喜欢躲在脑里面产生血栓 在第二个地方 可能是在肝胆附近的脾胀的地方的血管 其他地方什么跟深层静脉栓塞 跟什么都比较没有相关性 因为被抓到的都不多 那抓到后去解剖 再被证实这件事情 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现在只是猜测 可能是这件事情 但是好处是什么 你如果早点知道 就像瓜哥刚刚讲的 如果你的脚莫名其妙总胀 你头痛了 那也是要有个时间点 就打进去之后 我刚刚讲了 一细细地要打进去 它要复制复制 到出现问题 就是刚刚讲 三个礼拜到六个礼拜左右 我都没想过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它手还会突然要来都来了 它才会慢慢地出来 所以等出来的时候 你有怀疑赶快来找我们 事实上都有解药的 你这时候还要再去做 徒弟挺身吗 还要第二天去跑步吗 我认为就是不要 你反而要做什么事情 多喝水 有些时候你只要没有糖尿病的话 我甚至鼓励喝点运动饮料 那就像打个点滴一样 就尽量多喝 然后你要动 因为为什么 我们不是担心血栓吗 因为大家看我们节目就知道 怕血栓就是什么 多活动 所以你喝完水 可以的话就多走路 走路 这循环一下子 学习循环 这个都不太会发生 那你会不会是那十万分之一 我希望不是 但你知道了 赶快来找我们 马上帮你解决掉 就是及早不要拖 拖到不行的话 有时候就来不及 莫德纳在国外有打到走调的吗 也有 因为原因是这样 你会发现现在的统计 好像AZ平均副作用比较高 其实原因是来自 普遍人自打第一剂 那我们刚刚有讲 莫德纳或BNT的副作用 第二剂比较高 所以其实现在看不太准 要等到这个第一批的人 都打完两剂以后去做统计 那个时候的指数 比较客观一些 因为这阵子疫情之后 婆婆妈妈最痛苦的 就是不能去菜市场 对不对 那他们不能去菜市场 就是从我们北农开始的 因为我爸爸是北农的承销商 所以我就就家属的立场 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刚开始 知道有人确诊的时候 里面是非常暧昧的 因为比如说 他们都是那种三四十年的同事 然后突然间有人没有来 你一定会问 因为通常假设我隔天我要休息 我一定会跟左林右舍说 我明天不来做生意 因为我明天要干嘛干嘛 而且又不像以前 她出国度假很多 现在不能出国 然后大家 而且因为其实北农里面的老板们 都有一点点年纪 所以大家都会点 她怎么突然没有来 发生什么事 后来出国去打疫苗 怎么了 然后后来听说确诊 其实大家非常紧张 因为比例蛮高的 我觉得北农当下也是有点慌了 因为她也没遇过这个事 她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她叫大家就是 不要大声嚷嚷 我们慢慢处理 不要大声嚷嚷 所以很多人我们大概就从 百分之九十来工作 八十七十到最后大概只有 三成的人 会继续来做生意 然后后来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紧张 就是事情爆发之后 那时候就有一个 所谓的 就是说应该先让这些所有相关的人 先做检查打疫苗 那我印象好深刻 那一天就是他们就分了两个地区 然后用我们家三个 就是我先生我弟弟我爸爸都在里面工作 北农就是说我们有两个地方 可以让大家做检测 大家就排排坐 就是每个人都有聚然后排排坐 然后你就做检测 然后做完检测之后再回到位置排排坐 然后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唱名 比如说他会唱到 比如说夏宇童 然后你被叫到你会很紧张 想说我怎么了 怎么了 对不对 你可以走了 没有 没有 是不是 好 我可以走了 就走了 因为他们都没有说大家要怎么样 然后比如说瓜哥坐旁边 瓜哥想说夏宇童要叫到我了 对不对 Emi有叫到他 他就也慌了说 我还会留下吗 他怎么没叫到 他怎么立刻你就会被带走 你立刻就会被带走 因为你是确诊 什么东西都没准备 都没准备 有 现场他们有叫大家准备说 我们有那个充电器 你们手机有没有要充电 充电 为什么要充电 因为你可能随时要联络你的家 其实那个被带走也不一定是确诊 有可能是要带停 防疫之后看几天 对不对 我们上次有问过一个这样子 对 当场也被带走 到五天之后就放出来了 所以他们就很紧张 就是旁边都有一台游览车 然后就是没有叫到名字的人 就是乖乖地这样 你看我看你 然后就大家走向那台车 结果隔了几天就说 那大家得要快速打疫苗 那打疫苗说 因为又要造册的问题 北农造册这个问题 真的是太尴尬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到最后就会造成有一点状况 就是本来没有那么急着要打的人 他打完了 然后本来该很急着要打的人 他没打 所以其实北农 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人 正在排这些 就是正常的管道 但是他可能是 非常非常需要打的人 那后来 因为我们家三个男生都打完了 然后他们都打AZ 所以我看着他们的反应 我都很想笑 我爸爸第一个先打 我们觉得完蛋了 他一定是最有状况的 我们家全副武装 什么退烧药 运动饮料什么 退热贴都给他准备好了 他一点点反应都没有 我爸人生就以逞强为目的 然后他觉得自己很帅 他就说 我说你不要逞强没有关系 然后我就说 你是不是手很酸 他说没有 你看 我手很好 他没有反应 那我现在四十几岁 我现在就是呈现于一个 随时都想要睡觉的状况 你不管跟他讲什么话 讲讲他都是 他就是随时都 但有三天都很想睡觉 我弟三十几岁最可怕了 我弟当天打完 回来精神抖擞 我们想说 三十几岁最没事的 睡一整天 因为他说 他说我真的跑不起来 我真的觉得太累了 他说我昨天是参加运动会吗 我这全身 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 年纪越轻的 状况越明显 是不是 我刚刚讲的那种现象 不是说笑话吗 真的 妈一睡财产就变别人 怎么会是钱的问题 真的好多小句 家里还有七十几岁 带九十几岁去打的 我想现在打疫苗 真的是全民话题 但是现在打疫苗 大概有最好两三个地方 最多的还是在快打站 然后另外在医院或者在诊所 像桃园的话 我们曾文燦市长 那他做法是 每一天打一个年龄层 就像我有一天去支援 那一天全部是七十四岁的老人家 七十四岁 那那个多好笑 这七十四岁的老人家 大概有 那带那边要来做什么呢 他问医生 那其实非常的尴尬 你想想看现场那么多人 我要花多少时间 那天我们两个医师去支援 那一天里长很辛苦 他们总共通知了 五百个人要来打 五百个人 那因为那个老人家 最辛苦真的是里长 对 他们真的跑来跑去 这是在哪个体育场 这个不是体育 这在学校 这在桃园的自强国中 在国中里面的 是篮球场的吗 对 他在篮球场 没错 那每个老人家 反正都是一包药 他就问你可不可以打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要在那么短的时间 要把他的药物 一个一个看过 对 真的很为难医师 对 所以速度有点拖慢 但是还好我们那天 还是总共打了三百五十位 并没有拒绝过任何人 我们 举例来讲 我们打疫苗的目的是做什么 要激起他的免疫力 对不对 那如果这些病人 刚好在吃大量的 举例来讲 有些人是有皮肤病的 对 他本身有这个 或有些慢性疾病 他必须要是大 类固醇 像我有一些病人 是移植过后的 那这些人 这时候 因为你有 类固醇在身体上 你免疫力根本起不来 你这根打下去 没有什么多大的帮忙 效果比较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本身 我们就看到 像我有一个病人来的时候 他一看 他本身是 他的血小板已经自我破坏了 很低很低 那这时候你要叫他来打AZ的话 那这两个就明显的会有点小冲突 所以我们一定要建议他说 你赶快再去做清楚一点的查明之后 才能再去做检查 会去拒绝病人真的是不多 但是我们在门诊 就像刚刚陈欣美一直讲的 我们每一个病人都 平常急的赶快拿药要走 等到很晚 等到晚上10点11点还在等 就为了问那句话 我能不能打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